男性巨区在很多地区的宗教和文化中是一种成熟,甚至男性气概的显著标志,中国就有嘴上无毛,翻是不牢的俗语。 今日在美国海军开始允许女兵流马违变之后,男兵们也开始发起流胡子抗争,这些海军士兵通过自社交网络上征集签名,教求海军高层同意他们流胡子。 美国海军从1984年开始,指军人流胡子,这项禁令是处于安全考虑,担心发生火灾时,胡子会妨碍呼吸装饰和防护面罩的佩戴,或者影响呼吸。 至于金顶战争电影大决战中是冰上前线,之前先剃老头发的剧情,头部受伤后可以更利于福利,有着相似的动机。 美国海军男兵的《我们想要留胡子》的话题,虽然在社交媒体上获得广泛响应,但是海军高层还是坚持胡子建议不会改变,因为遵守规定对于保证安全和维护军人的形象非常重要。 但是美军的胡子禁令,并非全然不容上量,有一些幸运而就得到豁免。 2016年,美国陆军上尉希姆拉特帕尔辛格,或者可以保留胡须,可以带头金包住长发,成为第一位获辞豁免的建立军人,因为辛格信仰希克教,美军高层解释称,此次破例只是一种宗教包容。 资料图片,美国陆军上尉希姆拉特帕尔辛格,或者可以保留胡须,图片来源于网络在好莱坞大片中,在战区的一些美军特种部队军人中,也不拔一些大胡子。 例如有著名导演伊斯特伍的指导的《美国军机手》中,海豹突击队的成奇军机手克里斯凯尔,就留着标志性的大胡子。 影视作品的人物形象往往来源于现实生活。 在中东战区,美军特种部队事实现象其实非常普遍,例如在阿富汗。 在这里,美军特种部队,不仅承担繁重的作战任务,还有越来越多的培训政府军的工作,为了更好作战尤其是更好的融入当地环境。 事实在这里很常见。 当然这种公然违背针对条例的行为,也令美军高层很不满。 在2002年,美军高层曾就助阿富汗美军形象问题,做出专门规定。 但是美军改善军人形象的努力,引起了前线特种部队的强烈不满。 毕竟实际在这里是关系到作战以及融入的大问题,最终美军高层被迫妥协,几乎是默认了现状。 但是对于常规部队和非战区部队,仍执行严格禁止需需标准。 另外由于环境条件限制,美军的仪表一容标准,也允许有例外。 比如由于光谷子的热水条件有限,潜艇人员是否可以留顾虚,决定权在各潜艇艇长手里。 其实最近几十年来,美军为了体现包容性,尤其是为了支撑征兵人数,在关于一系列外表方面的限制上已经被迫逐步方宽。 例如自2016年4月30日起,美国海军将允许先移军人,在脖子和耳朵后面露出刺青。 据统计美国年轻人中40%都有至少移出刺青。 海军,高层将这项政策变化称之文与时俱进,美军越来越严峻的征兵问题,以及美国社会的多元化文化冲击。 或许美军里的那些胡子偏爱者,可以期待一下在不远的将来,能够随心所欲的许个大胡子,猛懂类资料图片,电影《美国剧机》手中的克里斯凯尔,图片来源于网络。